大家好 歡迎收看 家瑜的日子 大盤數就是在震盪 震盪整理過程 把握住一個重點 只要這個盤 肋骨沒有輪番重做以前 當然是持續的逢低 承接來做多 好不好 所以這個盤還在輪動輪漲 它不是輪跌 不一樣 懂嗎 所以市場地保做車燈的 目前全球的一個車燈龍頭 很多氣勢大廠 都是用地保的一個車燈 賺一個股本 我選的股票基本面 就是那麼強 一檔股票漲多的回檔 12345 昨天出現五天轉折 買點可不可以進場 昨天9點56分 206附近買 當中經過一分鐘就在206 你再度的對時對價 買206 我不會跟你吹噓買最低197.5 這件事我真的做不出來 這要是怎麼帶進的 怎麼帶出的 我會拿出會員的口訊 來跟會員對時對價 這是我們對於會員負責任態度的表現 而不是扛去無罪 對 漲上去的用嘴巴講一講說低檔有買 跌下來用嘴巴講一講說高檔有賣 證據在哪裡 證據在哪裡 在這裡 地保昨天206買 買完之後 尾盤鎖漲停 216 一張可以10塊錢 大概5% 買個10張 昨天先買現賺10萬 今天地保盤中插一檔亮燈 真的有夠厲害 所以整個地保的架構 昨天買了這個關鍵性的五天轉折 你認為對還是錯 就五天轉折 我也不需要跟你說買了這一根紅棘棒 沒有就是沒有 資金的運用 要怎麼配置 看當下會員的資產 是怎麼樣的一個配置 所以整個地保 我們就買在昨天 很關鍵性的五天轉折的位置 昨天買完之後 可以馬上看到鎖漲停 所以盤市的一個架構 今天一樣震盪 把他們壓回了134點台股 他幾乎要怪工漲停 兩天有沒有超過10% 這就是多頭給你的一個利潤 好不好 所以我一再跟你講 降息之前拿出積極的一個態度 跟我一起逢低承接 強勢基油股 我會幫你賺出財富的高度 而不是怕跌 好不好 每次跌 我都告訴你跟我買 小跌小買大跌大買 依然是我目前給你一個操作建議 聲達科技 營收成長111% 一倍 跌到缺口 這不是支撐型的買點嗎 強勢波動的股票 這一段沒賺到不會可惜 那回檔找買點 缺口支撐就是一個買進時期 113買完之後差一點亮燈 上禮拜四 強鎖漲停122.5 是不是 上去回檔 紅K棒都變成支撐了 上去漲停板 紅K棒再度的變成支撐 所以整個聲達科技 今天盤中一度的亮燈來到129.5 波段高 你所看到的是 紅K棒的一個回檔 紅K棒的回檔都沒有跌破 所以紅K棒都變成短線的支撐 短線的支撐是越電越高 只是說聲達科量 今天1200多張 1200多張我認為 不是一個漂亮攻擊量 所以他一定要再補量 唯有補量 才會繼續往上推高 所以關鍵性的一個支撐性的買點 所提供給你 還是一個安全的進場架構 對 關鍵性的缺口支撐 買在這個位置比較好看 不是今天又漲停板了 你才知道 聲達科他的基本面很好 早在我買的同時 我們就給你對於他的一個 基本面的架構做了詳細的一個交代 所以有資本面的一個架構 股價來到缺口支撐可以買 對 107.5那一天 今天漲到129.5 還是那一句話 不要亂追高我的股票 第一個時間來動作 會比較安全 會比較可靠 會比較有波段的一個利潤 否則 轉了一波的一檔股票 你才來說好棒 才去追那個短線高點 萬一回檔洗個兩三天 就洗出去了 洗個兩三天 他又轉著向上了 你又在那邊屠夫愛哉 為什麼低點沒有買 為什麼高點要去追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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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那麼多 為什麼 因為你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你會產生 非常大的一個操作迷失 這檔被動元件的國具 賺四個股本 營收又新高 我說過他這邊 足出一個堅強底部 堅強底部 很強 3月8號556 這是一個 底部上緣支撐的一個位置的買點 從556 漲到588 32塊錢了 短線 對 四天32塊錢很多 我說不會那麼容易結束 所以整個國具 當他回黨 從588 回黨來到575 大漲小微 所以接下來會大漲 我不是告訴過你嗎 國具 只要打下來 我會加碼 我們講過這句話 大漲小微的格局 你要不要趁著回黨 來到275 再度的上車跟加碼 今天國具 又從575漲到595 還是沒有漲完 對 講過了 被動元件的一個需求 不管是車用還是AI的 它的一個需求量 大概是一倍 光是電動車的一個需求 一台 比一般燃油車的一個需求 大概是倍數的一個需求 所以 所以 逐出一個堅強底部的國具 它有跌到這邊讓你買嗎 556 不買的 你只能跟我買在這邊的 575附近的 買進加碼 今天595 支撐是越電越高 575附近變成它的短線支撐了 556它回不去了 你看得懂它的走勢嗎 看不懂 我告訴你 如果這樣講 你還是聽不懂 跟著訊息一起來動作 你又知道 什麼是大波段的一個操作 進度的行情 要333翻倍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實戰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當然 一檔股票賺三成 賺個三趟一倍 有些股票 我都賺超過五成 不用三檔 兩檔 有些股票一倍 一檔就一倍了 這是什麼行情 大多頭行情 我才有這樣的能力幫會 創造出倍數的利潤 我現在不喜歡誇口 你應該知道我的風格 誠信實在 吹牛比賽 吹那麼大 一旦吹破 被看破手腳而已 穩扎穩打 實在給你一個操作技巧 我們會從帶進的一個 對時對價的買進訊息 以及高檔帶出的 一個賣出的訊息 來全程跟你對時對價 這是欣老師的操盤實力 所以這檔華新科 102.5 我們告訴你 五天不破底 102變成堅強的底部 忘記了嗎 3月14號華新科的分析 去調閱一下我YouTube的節目帶 看我怎麼分析華新科跟國劇的 所以102.5 五天不破底 102已經變成強勁的支撐 所以整個華新科 撐得還不錯 3月9號107 是不是墊高 所以整個一個華新科 今天已經來到113.5的破斷高 102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它的支撐 短線的支撐 其實也是越墊越高 所以不管是華新科 還是國劇 當然還沒有漲完 對 漲那麼一點點 哪算漲 對不對 目前的行情 我所要掌握的 當然是波段 波段 有三成賺三成 有五成賺五成 我不會賺了3塊5塊就跑掉 這張寶瑞生技股的基油股 賺三個股本 9年併了6家生技股 你又知道它的一個基本面 以及它的一個市值規模 得到小家生技股的一個青睞 所以被寶瑞併掉 我從禮拜二626買 昨天632再買 這不是底部嗎 這不是底部嗎 3月26號禮拜二 時間交易去對626 昨天禮拜三 對 空手者的新會員635以下買 當中在632 對不對 禮拜二保瑞626買 禮拜三告訴新會員632再買 連買兩天 連買兩天 昨天654 今天661 是不是一步一步的往上定高 那就對了 股票的一個操作 買在相對的低檔 市場上對於我股票的認同度 幫我們會抬轎 那個操作 就比較輕鬆愉快 對不對 坐在轎上 別人幫你抬轎 就像白沙豚的毛主 你看 他被那個教夫抬的過程 我相信毛主坐在轎上 應該是如行雲流水般的 走完整個一個全程 所以這一次18萬 恭喜 有去參加白沙豚 落盡的一個這些信眾 祝你們 在把沙豚的毛主加持之下 今年度的金融年的股票市場行情 你們可以大發力士 幸好是能幫的 我盡量幫 能幫的我盡量幫 好不好 不要怕跌 跌時要我幫的 在我的LINEA留言 不要客氣 這檔AI的股票 基本面成長一倍 ABC波修正 我是買在低檔 不是追在高檔 不一樣 高低點你看不懂嗎 ABC波的回檔修正 上禮拜五最好買點 禮拜五漲了幾塊錢 我說禮拜二有壓迴 是你最後上次的機會 禮拜五有沒有下來讓你買 禮拜五真的跌 我直接告訴你把握低階 把握低階 昨天這檔股票 紅K棒漲5塊半 今天這檔AI股票 又漲了三塊錢 兩天漲了八塊半 什麼樣的操盤的一個節奏 對你來講 是一個低風險的操作 風險一旦降低 你才有辦法穩扎穩打 賺到每一檔個股的波段利潤 跌時要人們幫 面對震盪整理盤的過程 下的過程 有任何問題需要幫忙的地方 加油先好是一個LINEA 小小鼠AI8085 小小鼠AI8085 有問題在上面留言 金老師用我最專業的實力 幫你解決任何的宜蘭雜症 就一樣 再來回到見面的現場 這檔天女 面板驅動IC的 過高 3月12號 2024 解碼 清楚吧 解碼完之後 他打到242 差了22塊錢左右 低階 高檔賣低檔接 我們的一個操盤 我們的解盤 向來 不會跟你模擬兩可 直求對決 對 打到242就低階 低階完之後 就從242 漲到263 盤跌了255點 我說天偉他會越來越強 他有沒有從263 漲到這禮拜二的271.5 代量中長紅真的有夠漂亮 禮拜三再度的一個代量 再度的中長紅284 這樣子42塊錢 買個10張就好了 你都可以參加我特別會員 還有勝 這樣還不划算嗎 整個天玉的架構 我今天賣279 賺不到40塊錢了 你自己來跟我們對視對價一下 9月12分0天玉 279附近賣 當時候12分280 會員不是買在279 就是賣在280嗎 賣 建老師是為代會賣股票的分析師 全程證據公開讓你知道 對 會員來跟我對視對價 昨天沒有賣 我今天賣 賣掉之音 我就是準備買下一檔 下一檔在哪裡 我等一下蓋台那檔就是 所以整個天玉的架構 今天賣279 收盤是多少 270 4961的天玉 收盤是不是270 沒錯吧 我賣279 賣在一個相對高點 那就對了 股票的操作 一買一賣決定你的輸贏 我既然會代會買 當然有義務有責任代會賣 中美金也是一樣 3月21號創新高 2至4.5 對 我會帶你去追嗎 我帶你賣在234 賣完之後 跌到禮拜一的219 告訴你接回機率高達9成 我昨天利用它5天轉折 買點216結尾 離我的一個賣點差18塊錢 高檔有賣 5天216可不可以接 可不可以接 我接給你看 我接給你看 接在216 5分是不是223 今天中美金 我有把檔 接近34分點中美金 20附近賣 經過2分鐘21 所以220一定賣得掉 賣 賣完之後 收盤是215 盤中最低211 所以一檔股票的一個架構 我們的一個操盤 節奏性其實相當快的 價差會比較快 波段當然是要一段時間累積 才有辦法產生一個大波段行情 所以好好的跟 不是隔天再去跟 我不是常跟你講 如果你買股票玩我一天 賣股票又玩我一天 一來一往差兩天 你會賣付 對 平民一樣一個股票 中美金做了兩趟 至少兩趟都賺錢 不是嗎 對 234賣的 我216機會昨天 那今天220賣 小賺4塊錢 這是價差 234是波段 今年度的行情 能賺我一定盡量賺 會員那麼辛苦的 把他的一個累積的財務交給我 托付給我 我肩上扛的責任 其實非同小可 所以有時候 親老師的一個身體 個性問題 我個性比較重 人家托付給我的事情 我一定盡我所能 幫他們達成 托付給我的任務 所以個性的問題 所以當頭顧老師 有高血壓的毛病 每天都要吃降血壓的藥 沒有辦法 使命必然 所以對目前的行情 有波段 我就賺波段 有價差 我也是賺價差 沒有給你客氣 多頭行情你不賺 你什麼時候賺 下半年肯定要降級 你還不賺 還在怕2萬點 他有跌下去嗎 跌就馬上拉上去 對不對 反覆的震盪 我說過 反覆在2萬點的一個震盪 他就是要逐出一個平台 這個平台 逐出的一個時間過程 越久 下半人行情 就會越大 環球金 3月15號 跌到567 急殺三天 下禮拜看漲 我看漲可不可買 他有沒有從567 漲到612 3月21號 漲上去三天 我有告訴你去追嗎 當天最高612我賣600 環球金你去對時對價 就賣600 整個環球金600賣完之後 開始回檔修正 跌得比中美金要深了 這個位置我賣600 回檔下來 我的看法是沒有改變 怎麼樣的看法沒有改變 到今為止環球金 我是沒有做基尾的動作 但是我認為他跌深 也會反彈 所以目前的環球金 我認為會反彈 反彈上來當然要找賣點 因為他昨天這樣跳空 缺口跌下來 目前這個缺口還沒有封閉 所以他可能是一個弱勢反彈 我只能這樣提醒你 如果還有環球金 高檔沒有賣的 要適時的做退出的動作 提供給你我的看法 這檔高計 兩趟賺35% 第一趟第二趟 還記得嗎 第一趟連買三天 工漲停 高點一二賣 110接回 第二趟再一三二賣 將近35% 所以光是這種高級 100塊錢附近的股票 我們都可以創造出超過三成利潤 第三趟累積上去 有沒有辦法來到四成五成以上 你繼續的看下去就知道 所以一三二有沒有賣 有沒有賣 穿嫁成交 9點34分發了口訊 到50分是不是一三二 保證一定賣得掉 我在幫會盯盤 懂嗎 所以一三二賣萬的高計 禮拜二一二零 禮拜三為檔三天 我在禮拜跟你預告 下來是可以做承接結尾的動作 所以禮拜三 一一九點五 有沒有接 會員很清楚 包括今天的高計平盤以下 我告訴新會員 9點15分 工作者一二二附近買 當時候在一二一點五 你去對時對價 盤中都跌134點嗎 昨天才參加我的新會員的 跟我對時對價 大盤 今天跌134點 我會不會告訴你高計 昨天你沒有買的 今天要趕快跟我做低計的動作 9點15分 謝謝導播 紅仇者就新會員 因為我昨天已經做接尾的動作 16分121.5 122保證買得到 平盤以下低接 低接完之後收盤多少 這邊都122 收盤126 昨天跟我接回的有沒有賺錢 新會員今天跟我低接的有沒有賺錢 你還怕大盤震盪嗎 你還怕大盤 在2萬點的關卡 讓你低接 你不敢接的過程嗎 藍盤見高手 好不好 高手在哪裡 現在有沒有 高計做了三趟 這三趟 將近快要接近四成了 所以我們給你的一個目標 是怎樣的一個操作模式 對 今天高計收126 三趟完美的操作 333翻倍計畫 一檔股票三成就好了 三次30%你的資產翻倍 你看一下之前的一個紅碩 從低檔區500市 買上來859賣 累計的報酬率67% 一檔超過五成 兩檔有沒有機會翻倍 再賺一檔三成就一倍了 這是2月份的一個實戰經驗 3月份的富士達900賣 96% 一檔就幾乎一倍了 3月份的一個照例70% 一檔70% 再一檔三成就翻倍了 翔碩三月份 2360賣的 累計報酬率74% 再一檔三成 加起來不是一倍 所以有時候 如果盤式的一個架構 有利多方的一個掌控 搞不好兩檔股票就賺一倍了 我沒有誇口 這都是你看到的 一檔計4% 一檔七成 一檔翻倍 紅塑也67% 最近的原鋼 3月份 也將近五成 所以未來行情 非常的迷人 不要預設高點 積極根本逢低成接 強勢肌肉股 盤式的一個震盪 是給你的機會 我最喜歡盤不動 因為個股輪動輪漲 掌握那種輪漲的健康 多方循環架構 你才有辦法賺更多 你才有辦法一檔賺再換一檔 三檔30%就是方便 這一檔賺超過半個股本的 機油股 來到一個強勢整理末端 很強 今天要跟我進場 今天有出量 如果明天不小心有回檔下來 那是你最後上車的時機 金老師選的股票 品質的保證 有基本面 市場上的認同度一定很高 要賺取倍數利潤的投票 歡迎加入龍家軍的行列 從明天開始 我們一起來對時對價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至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同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審視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明天開始